要擀一下手感才会好泡 动一下 一搅一搅就已经分离了 好漂亮 好香 葱花 好漂亮 粉条 大家好 今日和大家分享 豆腐白菜粉条煲 这有1个五花肉 2个鸡蛋 有些姜葱蒜 先浸粉条 这些是红薯粉条 我放一半就够了 人多你可放多些 煮这道菜特别是冬天 一定要提前浸 而且用暖水浸 先放一些东西 趁针板干净 切一切配料 葱花切出来 放在这里 用刀背 切上少许 好 可以了 放在一起 姜 一片厚厚的出来 好 打横打住 摘下它 姜用蒜用 放在一起 做些粿 粗粒 放在那里 放在一起 先 ñ 豆腐先一开小心 是为什么它很厚 现在冬天呢 暖豆腐也很厚 先开一拌 再开一拌 净 放在中间开一拌 先开一拌 把鸡蛋放入盐 把鸡蛋放入盐 把鸡蛋放入 把鸡蛋放入 把鸡蛋放入盐 把鸡蛋放入盐 把鸡蛋放入鸡蛋 把鸡蛋放在鸡蛋上 把鸡蛋切成薄 用流冻水来冲一下 泡开 放一盒酥达粉 用酥达粉洗洗就可以了 淹洗冰葱 最后用流冻水 放一盒 放一盒 把粉皮洗一洗 如果刮得太长就可以剪一剪 放一盒水 少许老抽 搅拌一下 让它上色 半茶匙盐 半茶匙糖 胡椒粉 生抽 蚝油 鸡粉 再加入水 清水 搞定 烧热锅 先煎一下豆腐 不用热锅 放些油 放入鸡蛋 放入鸡蛋 倒入鸡蛋 放入鸡蛋 淀粉 差不多干身才可以拋铺 如果你不拋铺的话 一块一块反过就可以了 一块一块反过来 拋铺就是说手感的 要拋铺 要拋铺的蛋液一定要有 上下干爽才能拋铺 太濕了 它一反过来的时候会弹出 另外一个你要看它 感觉一下手感才好拋铺 它有少许蛋液的时候就拋铺 这样反过来之后 它们的豆腐也会有蛋液浸 移动一下 接着就拌散 拌散一块一块 太硬了很容易就会黏粒皮 现在濕的不太硬就会更好 好 散开了 你看看 小火就没有那么盲 那边边又黄了 你知道吗 黄身的这边 太硬了 太硬了 现在就最漂亮了 关火 先拌出来 现在拌一拌就已经分离了 很漂亮 好 再热一下铺 放一点油 不用放太多了 讓我们先将五花葉 把它放入煮火 你不要太大火了 放火 中火慢煎 将猪肉煎干身下才好吃 炸一炸的油出来 你这些花肉也很美味 可以出香 把姜、葱、蒜放入 爆香 放入大火 放入大火 把菜固定了 再炒菜软身 转锅上去 先放一半的菜 放一半的菜 先放一半的豆腐 一边炸着火一边放就可以了 放点滚水 先滚起来 粉条也要放 再放一半 加菜 放下去 把汁煮后 这个时候 加入调味汁 稍后熟一下就没水了 全部加进去 这么大煲也不多 盖上盖 煮3分钟 好 时间到 关火 好香 喜欢放些葱花 好棒 粉条 它的鱼鱼鱼很好吃 特别吸收它的汁 先试试 这些豆腐 蛋都入味了 很好吃 很好吃 不过好热 硬硬硬硬 好滑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 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可以试试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顺便点赞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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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